为了英文专辑 Just No Other Way 展开亚洲群会宣传行程的Coco 李文 第一站就先回到她一直念念不忘的台湾 一下飞机就觉得回到家了 因为呢 一大队跟我很久很久很久的哥们 一些朋友啊都在机场这样 You know welcome me back home那种感觉 然后每个都抱抱 所以很温馨 很温暖 然后看到自己工作 譬如说公司的人呢 好久不见了这样很开心 由于美国的总工资给Coco在台湾的档期有限 所以Coco的通告是大爆满 虽然又感冒又发烧 却完全不得休息 不过身心乐观的她 也请大家不用为她担心 我觉得一回到家感觉就比较舒服嘛 那然后公司全公司都在照顾我 所以呢好都比较快 真的真的真的 对她照顾无为不知的妈妈 也为她准备了独门秘方 而且呢是有一个很特别是那个 那叫什么果啊 那个那个 洋桃 洋桃加冰糖 然后呢一直炖 炖好几个小时 然后呢喝下去 整个人真的是比较舒服一点 这天她特别为TVBS周刊拍封面 架势一点不出专业的model 而且从脸上的笑容看得出来心情不错 原来是她的新专辑在各地的反应都很好 让她开心大家都肯定她的努力 我在香港做那个showcase的时候呢 在HMV 11月30就是我发片的那一天 那一天就跑到第一名了 然后现在好像还是在前十名上 我不知道 那另外就是在台湾好像也成绩是非常不错 那因为我一直都不会去问 卖多少 我不在意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有看到这一次 这个Just No Other Way这张专辑 也听到这张专辑的一些转变 口口的转变 月前有香港媒体质疑 口口在香港办的记者会上 为何不愿意国语或广东话回答问题 口口也很认真的加以解释 让人感受到她对台湾和香港歌迷的重视 因为那个是因为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在 他们说没有办法让我譬如说讲国语 讲广东话 因为有菲律宾的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有很多不同国籍的 澳洲欧洲英国美国 所以她说如果我讲很多的不同的语言对他们不公平 所以我就好简单就用一个语言 但是我要求有一个翻译的 所以当场我们是有一个翻译是把我全部讲英文的用国语用广东话再回答一次 游乐新闻的姚立伟 赖伟林 台湾报道